2022年6月14日 自驾新疆旅行的第12天 由于独库公路 纳拉提至乔尔玛段 因天气原因封路 我和小伙伴临时决定改变行程 直接去往此次新疆之行 最想去的地方 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 塞里木湖 塞里木湖位于新疆 伯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伯勒市境内 北天山山脉中 距离我们今天的起点 纳拉提服务区380公里 为节省时间 我们全程高速 不得不说 伊犁地区真的很美 高速路两旁 我们见到了大片的薰衣草基地 沉浸的深紫色 平铺在雪山草地之间 如同仙女掉落的丝巾 轻柔地覆盖着这片温润的土地 夜望吸走 天气逐渐放晴 蓝天白云 渐渐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 下午6点半左右 我们到达果子沟 亲眼见到了连货高速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壮观的果子沟大桥 大桥全长700米 共耗资23.9亿 单米造价高达340万 被称为中国最土豪大桥 果子沟大桥是进入伊犁的必经之地 也是从塞里木湖 往返伊犁的必经之地 而果子沟 也是伊犁地区的天然门户 通过果子沟大桥 横穿将军沟隧道后 美丽的塞里木湖 忽然出现在我们左侧 一望无际的碧蓝色湖水 瞬间惊艳到我 旅途的疲惫 刹那间被一扫而空 此时我只想惊呼 这世上居然会有如此美丽 而令人感动的景色 塞里木湖允许自驾车辆驶入 按人头收费 单人单日145元 两日190元 为实现自驾环湖一周 我们买了两日的门票 当我们驶入景区时 已经是北京时间8点半 新疆的太阳 似乎总是舍不得下班 此时的阳光依然耀眼 小豆芽也来看塞里木湖了 好不好看呀 给你们看一下 哦真的被美哭了 这就是塞里木湖了 我要去跟前 我要去跟前哭一会儿 太好看了 整片湖水 像一颗巨大的蓝宝石 镶嵌在雪山草地之间 湖水的颜色 随着天空云彩的变换 深浅不一 显得整个塞里木湖 纯净而清澈 Lucky似乎也被眼前的美景所惊艳 情不自禁地跳入了湖中 你自己跳下去的你叫什么 又不是我推你下去的 吓了一跳 晚上九点 太阳开始西沉 羞涩地躲入云彩之中 落日时分的湖水 慵懒地拍打着岸边的碎石 在落日余晖的映射下 湖面像是被撒了一层碎金 晶莹且耀眼 这里是我们环湖停靠的第一站 临下湾 追寻着落日的方向 我们继续出发 在十里长堤附近 见到了成片美丽的白天鹅 大概是因为这里的湖水分外清澈 漂浮在水面的天鹅和清晰的倒影 加上背景的蓝天和白云下的雪山 让整个画面显得无比纯净 此时 我已彻底沉醉在眼前的画面中 无法用语言形容我此时的心情 只欢喜遇到了这世间纯粹的美好 古有夸复追日 今日有KO追落日 Lucky找到小伙伴了 Lucky在塞里木湖边遇见了一个小伙伴 这也是个女孩子 小黑 我们要走了 我们要去下一站了 去找你爸爸去吧 快去吧 去找你爸爸去吧 与小黑分别后 时间已经来到晚上十点半 天渐渐黑了下来 我们开始寻找今晚的驻车地 在一个较大的停车场停了下来 晚上十一点半 一轮超级圆月悬挂在湖面上空 这时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两句诗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一夜好梦到天明 一大早被Lucky叫醒 一起去看湖边的日出 我去看湖边的日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